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听话 老师从来都不愿意辜负别人的期望 不论什么事 不管我自己想不想做 只要别人觉得我能做好 我就一定要做到 就因为这个原因 我初中的时候还去跳过健美操 你说本来我一个初中小男孩 对吧 我正是荷尔蒙跟武力值迅速提升的年纪 我怎么可能从事健美操这么娘炮的运动 但是体育老师来班里一看 说你这个小孩你个高腿长 一看你就是跳健美操的天才 是吧 振兴咱们需要健美操就靠你了 赶紧来 没你不行 我当时已经热血沸腾 有道理啊 不靠我 靠谁呢 对吧 我当时直接扔掉手里的篮球跟教练说 教练 我要跳健美操 有人跳过健美操吗 是不会有人承认的 不会有人承认 跳健美操是有很专业的服装的 你们知道吗 就不要猜了 没跳过 真的不要猜了 就是那种女生的连体泳衣你们见过吗 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男生穿的是平脚的 所以我初二的时候我就已经学会了熟练地调整我的肩带 而且那段时间为了振兴我们母校的健美操事业 我每天训练特别刻苦 这段时间我肩膀上甚至勒出两条印子 我的哥们见到我之后打招呼的方式也很简单 话也不说了 直接 然后我只好红着脸跑开 关键 等到比赛那一天 我们到了现场才发现 别的学校都是穿校服的 其他学校的同学还很诧异 这个学校都是女生吗 然后后来我们就拿了冠军嘛 全市的健美操比赛冠军 没有什么悬念 对吧 练习勤奋 服装专业 何况还有一个健美操天才 但是当时的我 我还没有意识到 拿了这个冠军就意味着 我已经被定在了历史的荣誉柱上 就因为我们拿了冠军啊 回学校之后 学校还让我们给学校的篮球队当啦啦队 就是一到暂停啊 中场休息啊什么 我就冲上去 看着那些还没有我高的篮球运动员 然后很开心的在那跳 最诧异的就是对面的篮球队 他们看到我就 这个人是他们篮球队一个什么秘密武器吗 不是 他为什么一直隐藏在啦啦队里 不是 教练 我们要不要就保存一些体力 因为万一他们下半场把这个人换上来 你看他体力很充沛 而且他柔韧性好像很好 所以这件事情 就跳剑比操这件事 一直都困扰着我 一直都困扰着我 跟随了我很多年 就直到今年早一点的时候 我去拜访我们节目的客户 就是我们老孙长久 然后我们当时就边喝边聊嘛 也很符合他们的企业文化 加上客户的代表跟我是老乡 所以整个过程我们聊得特别顺畅 但是就是整个过程中啊 他的眼神很复杂 就又好奇 但又好像又看穿了什么 最后我们业务都聊到位了 然后酒也喝到位了 客户跟我说 泡沫 我们老村长久 讲究的就是真实 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你也要像老村长久一样 真在实料地回答我好不好 我说可以啊 你是客户 你不用这样 你直接问就可以了 你不用找这么多理由 真的 他说好 咱俩原来是不是见过 我说我是八中的 咱俩老乡 那咱俩会不会是校友 他说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四中的 我是四中的 你是八中 八中二四的吧 我去你们学校 打过一场篮球袋 我记得你 我记得你 你当时表现特别好 你是那个秘密武器 对不对 然后他问了一个 让我特别生气的问题 他说 你现在 你还兼职那个 那个技能吗 秘密武器 我当时酒一下就醒了 很生气 对吧 我说你就算是客户 你也不能问这么直接的问题 咱们 而且咱们今天是为了 谈节目的赞助 是一个很正经的商业谈判 你说我 难道我西装衬衣 我里边一拉开 还是我那个专业服装 我穿成那样 我这么有病吗 我怎么可能穿成那样 对不对 你说 你说 咱们今天 咱们今天来给脱口秀大会 谈这个赞助 我穿成这样 我跟你谈 有什么意义 有没有意义 当然有意义 老村长酒 真材实料 硬活低调 要喝就喝老村长酒 喜剧变了 喜剧变了 不是当年脱口秀的 喜剧变了 两期不见了 很想念大家 有些过激举动 也是可以理解的 没人记得 我开头说什么了 应该 确实就是这样 我一直都是一个乖孩子 听话 老实 不想辜负别人的期待 老师跟我说 你能跳剑柄操 我就去跳 大人跟我说 你要好好学习 我就考了一个 很好的大学 说脱口秀也是 别人都说 彭彭你肯定没问题 我也觉得自己 肯定没问题 他说你把这个logo贴身上 肯定没问题 我说啊 好吧 但是前两期 一下就给我干懵了 就是前两期 我全都被淘汰了 你们可能知道啊 我之前是 脱游大王 这个好笑的人设 崩没崩 我其实不知道 但我反正心态 已经彻底崩了 前两期被淘汰之后呢 我回到家 就洗了把脸 然后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我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 你懂脱口秀吗 不 你不懂 但是后来思考了一下 我觉得 其实人设崩了之后啊 我还挺轻松的 毕竟一直保持人设啊 是一件特别特别累的事 你们可能不知道 在过去的两年里 自从我上次拿了冠军之后 我们公司就开始 有一个都市传说 说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磅礴接不住的梗 甚至有时候 老板在群里 想展现一下 幽默又没有成功的时候 还会专门爱他我 磅礴出来接一下 我有的时候 走到电梯那边去接了他 发现那里没有人 你们知道这个东西 过分到什么程度吗 最过分的一个梗 是这样的 他们中的有些人说 如果我们今天发现 有一个人要跳楼 没有关系 只要这个人跳楼的时候 讲出一个梗 磅礴就能在地面上 稳稳地接住他 就这种破断子 其实我原来根本不好意思讲 但是反正现在无所谓 因为我人设已经崩了 对吧 讲破梗特别爽 我发现 而且其实人设崩了之后 我发现 有很多之前我不敢做的事 我现在都可以去做了 我现在特别开心 我今天录完节目回去 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回我的微博上发自拍 我不知道雨晴老师心里在想 他们在说 哇 什么 就是很多朋友知道 我的微博是从来没有图片的 我发的都是段子 都是那些看似灵光乍现 实际上是我绞尽脑汁写出来的段子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一定要好笑 我是大王啊 我一定要好笑 我从来都不敢发自拍 因为我知道我不像李旦 我的自拍一点都不好笑 我知道 一旦我开始发自拍 我的这些同行都要开始嘀咕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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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创作力枯竭了 他的艺术生命走到尽头了 完了完了 但是现在我无所谓了 反正人设已经崩了嘛 以后我要尽情地发自拍 想去哪拍就去哪拍 所以我觉得 人设这个东西啊 既然存在 就是用来打破的嘛 因为别人眼中你到底是什么样子 根本都不重要 就像我现在一样 虽然我已经失去了那个 可以随时随地都逗人开心的人设 但是我也获得了 可以不用随时随地 都逗人开心的自由 谢谢大家 我是庞博 谢谢大家好 我是庞博 冷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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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今天是有主题的 聊这个生活的甲方 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都觉得 特别羡慕大熊猫的生活 觉得大熊猫就是生活的甲方 每天吃饭 睡觉 工作内容就是卖萌 跟余老师差不多 是吧 但其实大熊猫的这个工作 特别不容易 前几天我去了一趟动物园 我发现 整个动物园压力最大的 就是大熊猫 我去那个动物园 只有一只大熊猫 外边有七八十个游客 围着他在那看 你们谁上班的时候 能有七八十个领导 同事在后边盯着你的屏幕 我觉得这个竹子吃得有问题吧 特别难受 我都挤不进去 全是人 我只能在那看一个大熊猫的简介 上面写的是 每只成年大熊猫 每天要吃三十公斤左右的竹子 我当时看着这个 我说 这是他的 KPI吗 你知道那个熊猫 吃着吃着就停了呢 他就这样 眼神涣散地看着我们 然后看了一会儿就继续吃 我就感觉他想的是 哎呀 吃吧 还有二十多公斤呢 得吃啊 不能饿着 不胖我就不萌了 你们知道动物园里的动物 我觉得它完全就只把这个当作一份普通的工作 没有动物把这个当作一份事业 你们明白事业跟工作的区别吧 就是这些动物在动物园里完全没有什么职业理想 你去问大熊猫 哎 你为什么一直就在这卖萌呢 他说你说你说 我就这样我不卖萌 我还干点啥呢 是 我们就足足蹦蹦就都干这个 老人跟我说 稳定 你看 爷爷 看不出来吧 今年六十了 还是这么萌 越老越萌 我们这个品种就是老萌了 这架构给他改的吗 真的是这样 动物园里的猛兽 就完全没有猛兽的样子 你去问狮子是吧 狮子你现在还想做百兽之王吗 你不要问我 怎么百兽之王 你去问老虎 你去问老虎 那我只想下班 整个动物园最没有狼性的动物 就是狼 我走到那个狼圈 我看到那些狼 七零八落地躺在那个地上 我就说这是谁不要的狼 就扔在这了嘛 就是那个饲养员进去打扫卫生 就完全也不尊重狼 在食物链里的位置 是吧 就这样走进去嘛 踩到狼也不道歉 就把这个狼尾巴这样掀起来 扫一扫这边 把狼放回去 扫扫这边 把这边狼搬过来 放在这边 扫完这边再把狼搬回来 拿一个扫帚 推着那些狼的地上到处走 给那狼弄得一身灰 我都觉得 是不是没有游客的时候 那个饲养员就这样 拿着狼这样扔着玩 我那天在动物园逛了一整天 逛了整整一天 我看到的最有活力 最积极的一只动物 就是它们扔进去喂狼的一只鸡 那只鸡刚刚被扔进去的时候 但是没有狼睁眼看它 没有狼睁眼 所有狼都躺在那 什么东西 鸡 新邮件吗 没有没有没有 就只有一只狼 这样睁开一只眼睛 看了它一眼 然后那个鸡 但是狼很快就把眼睛闭上 然后继续躺着 感觉是点了一下鸡右上角的一个叉 放一放放一放 不着急 今天这才礼拜一 没事没事 这个礼拜还有好多鸡呢 你才是礼拜一的鸡 我们礼拜五集中加班吃一下就完了 动物园里所有的动物都是这样 特别消极 懒散 完全没有活力 我想了很久 为什么 我觉得动物园就应该引入一些 我们人类社会的做法 是吧 比如说像互联网行业的那种模式 就告诉那些懒散的狼 你们到了35岁 是要被开除的 然后我们去野外 再招聘一些刚毕业回来的狼 因为年轻的狼更有狼性 要的更少 而且他们更傻 他们还相信 只要我在这个动物园好好干 将来我买车买房买羊 而且我觉得还可以引入一些 比如末位淘汰制 对吧 我们就告诉所有的孔雀 你们要注意 从今天开始 给我拿出球偶的镜头来玩命的开屏 去吸引游客 每周吸引游客最少的那一只 我就把它丢到狼圈里去 当然如果你活着走出来 我就开除那批狼 而且是不是动物园晚上六点关门 也太早了一点 人类社会已经996了 我们应该不应该两班倒吗 不是正好有夜行动物吗 晚上都出来上班啊 我觉得我们就是做这个工作是吧 你要想到客户的前面去 用户没有需求 你就主动创造需求 我们动物不努力 人类自己能意识到自己 半夜想逛动物园吗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跟我在小时候 在动物世界人与自然 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我小时候在动物世界里 看到的猴子 特别开心 就是在树上 荡来荡去自由自在 抓一个水果吃 然后自由自在荡来 就让哗被老鹰抓走 哗被老鹰抓走 这完美的一生 你知道吗 这是特别理想的一个人生轨迹 就是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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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死掉 但是动物园里的猴子 就完全不是这样 完全不是这样 我在整个动物园 看到的最消极 最懒散 最没有活力的动物 就是一只大猩猩 它全程 就是这个样子 我在玻璃外面 看了它十几分钟 它可能发现我看它了 然后它就 太难受了 太难受了 你看到一个动物这样 太难受了 我怎么能这么消极 我就想了很久 我怎么样能鼓励它一下 我想了很久 我终于想到一个办法 我掏出手机 给它播了一个电影 叫星球崛起 我说你看 诶 振作起来 还是有希望的 你看人家外面的星星 已经战胜人类统治地球了 加油 你可以的 我跟你说啊 我呢 是一个拓口秀演员 平时啊 我就是给大家讲故事 而今天看到的这些故事呢 我有机会 也会讲给很多人听 到时候 他们就会像我看你一样 看着我 你还不是个星星 谢谢大家 我是方波 刚从广西回来 我作为一个记者的身份 去采访那边 一个在县城里面 还接舞学校的这么一位朋友 然后后天就是 下一期录制 有一些准备工作 我们要去 提前就要拍起来了 这一季对大家也是一个 考验嘛 因为你不能还是像第一季那样 那这观众就觉得 女人力踏步 庞博自从第三期以来 就彻底开始走心脱口秀了 一走到底 两年前在第一季的表演 我更多的是观察一些 当时看到的一些东西 对外的一个问题 但现在就 就想更多的 就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出发 我最近是因为那些事情 有哪些想法 作为一个真实的自我 跟观众去交流 去连接 去完成一场表演 让我们欢迎庞博 大家好 我是庞博 哇 旁边跟CY把杨丽吓成这样了 我的天 这个卖价离这么远 挺好的 今天的主题我们聊 爱一个人好难啊 刚刚就跟李诞说的一样 我第一次有这个感觉 确实就是因为去年我 因为结婚上热搜的那件事 你们知道那个热搜叫什么 就叫 磅礴为什么 英年造婚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个疑问句 我就点进去一看 就有的微博还带个哭脸 有的还有发红蜡烛的 就感觉就是 这个人怎么 好团团的就 结婚了呢 我其实知道大家是开玩笑 就跟我闹着玩的 也是因为关注我 我觉得 这个对我来说是好事 觉得我这人还行吗 那不能轻易嫁人 但是 但其实我觉得 就认真地说 我觉得反过来想 其实 这么一个热搜 这么一个东西 其实是挺不尊重我太太的 对吧 就是 你想我 我凭什么就不能结婚了呢 你们知道我 我太太 我老婆当时就 在家玩手机 玩着玩着 在热搜上 突然刷到自己 是什么感觉 给她高兴坏了 结婚当天都没这么开心 还看着我 哎呀 你为什么英年早婚 肯定是因为我呗 我 我真的是经历过才知道 因为我原来一直就以为 比如只有偶像艺人 人家这种level的人结婚 才配得上 这种关注对吧 我当时真的 我甚至有那么一点点 理解了当年 陆寒公布恋情时的感受 我知道我不配 但我就是理解了 我觉得人家偶像艺人 是真的有资格说 爱一个人好男 这句话的 因为粉丝对偶像艺人 是有期待的嘛 我都能想象 是吧 每天都会有粉丝啊 对着自己家里的 一面镜子 闭着眼 哎呀 魔镜 魔镜 告诉我 陆寒将来会跟 什么样的女孩 在一起呢 然后一睁眼 哎呀 你又答对了 魔镜真零 但是结果突然有一天 魔镜没显零 陆寒显零了 告诉你 这个女孩是关晓彤 让粉丝咋办 我觉得当时真的是 陆寒公布恋情的时候 粉丝真的苦 组团嚎啕打哭 还拍了很多那种 痛哭流涕的视频 就为什么这么清楚 这件事呢 因为我当时在视频里 甚至还看到了我老婆 但是你反过来想 就比如说关晓彤 他自己看到这么多 粉丝 这么多这样的视频 他心里会怎么想 我觉得他应该是 比我老婆高兴多了 开玩笑 我就胡乱揣测 但我真心觉得 过去几年娱乐圈里 最勇敢的人 就是陆寒 陆寒在我心里 现在就是硬汉的代表 你想没有替身 不掉微雅 徒手工不练情 这你一想这个事 你再一想什么 成龙跳楼 什么汤姆克鲁斯 扒飞机跟陆寒一比 甚至显得有一点点软弱 我觉得 为什么 我就在想这件事 为什么粉丝这么敏感 为什么把偶像艺人的感情 跟婚姻看得这么重 我觉得就是因为 大家把婚姻情感这件事情 看得太神圣 看得太重了 我问过我老婆 她到底看上我啥了 她就说 就是因为咱俩 吃饭口味特别一致 我完全没有想到 根本不是贪图我的美色 我俩就是在 吃火锅的时候 决定结婚的 特别草率 那会儿我们在一起 其实已经很长时间了 我俩在吃饭 我就说 咱俩要不考虑结婚吧 你说这样 以后如果咱们在上海买房 她说好啊 我说就是 你要吃毛肚吗 我说你不再考虑一下吗 她说那这种小事 你烦不烦 你磨磨叽叽的 你考虑一下 咱们是吃黄猴 还是吃毛肚 那我说 要不就吃毛肚吧 她说 那还是吃黄猴吧 我说 那咱们要不要找个时间 就去领证什么的 她说行啊 这礼拜五不正好是你生日吗 就正好那天去领呗 对了 你吃宽粉吗 我觉得结婚这件事 在我老婆看来 确实没有吃火锅 点什么菜重要 真的 你想婚礼的时候 证婚人的那段词 其实是最不重要的 贫穷疾病 健康富有 根本没有人在乎 OKOK Yes I do 就像装软件之前 点那个用户协议一样 同意同意 全都同意 但是吃火锅完全不一样 吃火锅完全不一样 服务员来问 今天两位 无论是毛肚还是黄猴 童猴还是香菜 两位都能一起吃吗 我老婆肯定等一下 不行不行 贫穷可以 疾病可以 但是香菜绝对不可以 就真的是后来 就那一周的 那个周五的上午 我们就真的去领了 那个结婚证 领完之后 我们就各自回自己公司 上班了 同事还在问着 说你今天怎么来得 这么晚 我说没事就去结了个婚 同事说你这还挺不好意思 别问了 是不是二婚 后来下午的时候 我就问我老婆 说晚上要不要 一起吃个饭 你说毕竟今天结婚了 咱们是不是至少 给民政局一个面子 他说要不 哎呀 但是今天都挺忙呢 马上明天就周末了 周末再说吧 我说啊 真的不一起吃一个饭吗 至少今天还是我的生日啊 他说好啊 晚上就一起去吃火锅吧 不过今天提前想好啊 到底是吃黄猴 还是吃毛肚 谢谢大家 我是潘博 谢谢潘博 喜欢潘博的朋友 不要忘了投票 最后三秒 喜欢陆寒的也可以投啊 二 一 请锁票 还想蹭陆寒的票 蹭人家的热度就算了 票还要蹭 摇会啊 那你想聊点啥呢 我随便 余老师觉得他今天的段子跟之前的比怎么样 今天段子好像比之前的差点 是不是 还聊吗 聊啊 没有想到这么能聊 他说是实话 真就是实话 他那这哪有那个动物园 那个好 没有 今天我 好像不太能抓到主题 不太能抓到主题 下一期都会更差的 我觉得他也不是包袱不够用 对 包袱有的挺好的 是人生快不够用了 横博在这一三期 这个表演个撕衣服 拿个吧 看不上个 这个自曝了自己曾经是一个优秀的健美操运动员的 是 然后 这种话以后投票之前说 现在这哇啦哇啦有什么用 然后又讲了 上一期又讲了很多这个跟动物园什么的体验 就其实庞博 现在越来越多愿意跟大家分享 今天又把这个英年早婚的事也讲一讲 其实就是 其实也是不愿意讲 其实 人生故事也没有那么多 这些东西也不好说 有的时候说中了说轻了都不太合适 对啊 这节目他老婆又不是不看 对不对 你跟你老婆求婚那事真的 就是这么发生的 就是差不多吧 总有艺术加工的成分 但是 是源于生活 真的是不吃香菜 他是真的不吃 完全不吃 特别神奇 就随便 我说这干嘛 我这是 好 越说越多 谢谢庞博 大家好 我是庞博 聊孤独啊 好 我们把气氛 孤独一点 其实聊孤独 我觉得 想了很久这个主题 我觉得人 最大的孤独 其实就在于 周围人对你的不理解 给大家讲一个 我特别孤独的故事吧 我最开始刚刚 做程序员的时候 刚刚工作嘛 其实上手特别慢 挫败感很强 当时我们整个组 解决bug的速度 还没有我一个人 制造bug的速度快 我在我们小组的 代号就是bug 同时还安慰我 说你这个就是 名字不吉利 你看你 伯哥伯哥bug 你说你是不是一出生 就输在起跑线上 后来我们一度 我们领导 给我们布置任务 全都是这样 小张 你这个月就开发一点 新的功能 小李呢 你把上个月 庞博写的bug 都修一修 小王你得帮助一下 小李 他一个人冷得累死 然后庞博 你把这两本书 好好读一读 我当时就很难受嘛 我就是跟领导说 哎呀 我真的可以的 他说确实你可以 你可以停一停 你停一停 也许我们就可以了 确实就是很难受 很挫败 我当时就觉得 自己的眼泪 已经到太阳穴了 你知道吗 马上就要喷泊而出了 我当时都怀疑 我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是不是就是因为 我脑袋里充满了泪水 我觉得这就是 一个人最大的孤独 别人没有办法 理解我的难过 我当时特别羡慕 小朋友 你知道 你知道小朋友 是可以放肆地 表达自己的情绪的 比如在火车上 如果有一个小朋友 不开心 他能哭得让 整个车厢人都知道 甚至能带动车厢里 其他小朋友一起哭 整个车厢 人越年轻 越热泪盈眶 但我不行 我不行 我是一个成年人 成年人是没有 可以一个放声大哭的地方 我当时只能躲进 公司厕所的一个隔间里面 但是你知道 公司的厕所 就是大家唯一能 自由享受快乐的 一个小角落 我刚刚坐进 我的隔间里 两边就传来 全军出击 你的牌打得也太好了 我也不敢发出太大的声音 我就在那蹲着 然后这样 这样啜气了一下 旁边的人还嘀咕 哎呀 一看就是年轻人 别难过 以后饮食均衡就好了 别人不理解 别人没有办法理解你 我就只能 坐在那 坐在马桶上 我也不敢哭出声来 我就让我的眼泪 这样滴在我的腿上 这样 然后从厕所走出来之后 同事还问我 说你怎么回事 哎呀 我说没事 就是有点心情不好 没事的 什么没事 你上个厕所 你弄了一裤子 特别崩溃当时 特别难过 我就整个情绪都很崩溃 回家路上我就想啊 我怎么样 我一定要发泄一下 我就走进了一家KTV 我就随便点了一首歌 我就开始唱 过了一会儿 一个服务员 小哥就走进来 打开门 我们四目相对 很尴尬 他说哥 没事就是 保安让我来看看 他说监控里看着 不太对劲 说 说开业好几年了 头回见到有人 唱个洗刷刷 唱得这么动真感情 他说哥 你别着急 我理解你 我也理解你 我也特别喜欢 大张伟 你说他原来 工作嘛 你看我每天在这工作 我就是在这个KTV 我就看到大张伟 唱这些破歌 你说 你说我多难受 我懂你 我说兄弟 不懂不懂 你只懂大张伟 这就是我当时 刚刚工作的时候 遇到bug的故事 然后现在 其实生活里面 还是会遇到bug 但是 其实我已经不会 因为生活里的bug 而崩溃了 因为之前遇到bug 我只能自己一个人 去解决嘛 现在好了 讲脱口秀 我可以分享给你们听 可以分享给别人 我给你们讲一下 关于孤独这个主题 我写的第一个段子吧 你们知道 世界上最孤独的动物 是什么吗 是 龙利鱼 因为它是 Lonely 我知道 我知道你们在想 对吧 你跟王建国学坏了 但是更懂行的朋友会说 这其实是 20年前 吴宗献老师 就早就这么玩了 不过冷静一点的朋友 就会制止我们 这么个破玩意儿 你就不用用这么多 喜剧理论来回分析了 确实不用分析 但是龙利鱼 就是我写脱口秀 是写出来的bug 不过我说出来 我就不觉得孤独了 也不会因为一个bug 再弄一裤子了 谢谢大家 我是方博 大家好 我是方博 好 哇 这上面还有梁海元的手汗 我的天 大家好 今天聊的一个话题是选择 其实对我来说 现在最大的一个困扰 其实反而是选择太多 那么就有时候打开手机 朋友圈 微博 几十个APP 什么每个人顶着一个小红点 每个都想看 那万一一点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然后突然翻燃醒悟 两个小时了 好快啊 不可能吧 今天是不是只有22个小时啊 我甚至有的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 就突然很紧张 呆着呆着就要把手机掏出来 左滑一下 右滑一下 长出一口气 如释重负 再把手机塞回去 什么都不干 就是左滑一下 右滑一下 看看 看看我手机里这些APP 是不是都还在 我觉得手机的拍照功能也是 我们现在看到什么都想拍下来 拍完了就什么也不看了 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是在摧毁我们 对很多事情的感受 你想一千多年前 李白去爬庐山看瀑布 壮观 想一想 飞流直下三千尺 一世银河落九天 我也去过庐山 我也见过瀑布 庐山 拍个照片 发到我的家庭群 是吧 旁旁一家金 看啊 庐山瀑布 我爸给我发一个这个 我给他回一个这个 发个朋友圈吧 配个什么文字好呢 查查李白怎么说 落九天 落九天 哎呀还是李白有文化 发送 成功 壮观 你这瀑布真大 有没有人给我点赞 我觉得李白也就是沾了没有智能手机的光 才能成为李白 不然他可能看到庐山瀑布也就拍个照片 加一个实际上 加一个实际的水印 然后发给杜甫 杜甫给他发一个这个 他回他一个这个 而且手机现在还有一个特别可恨的功能 叫屏幕使用时间报告 就是精确地统计了这一天里 你花在每个软件上的时间是多少 我觉得这个功能真正的名字应该改成 来看一看吧 你这一天天的时间都浪费在哪 而且我发现自从发现这个功能之后 我每天还要多浪费五分钟在这个功能上 就看哎呀微信百分之十六 微博百分之十二 我倒要算算加起来是不是百分之百啊 我觉得现在手机里提供的选择就是太多了 让我们很难保持注意力 刚刚李淡说就前几天上了一次热搜 对我来说是一件其实很难得的事情 我很激动 我一整天晚上就一直在这刷手机 看着自己按在热搜榜上 从25到33到49 然后目送自己离去 特别的关注 无比关注 但是你无可奈何 无能为力 我就刷了一晚上 感觉我的手机越来越热 但我越来越凉 但是我发现 即便是就是很难得一次上热搜 这样一个机会 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也很难保持专注 本来我就是认真的在那看热搜 突然发现 热搜旁边有一条新闻 标题是 科学家发现惊天大秘密 喜马拉雅山里面竟然是空的 到底装了什么东西 很好奇 很难不点进去 一点进去全是这种东西 是吧 孙悟空为什么唯独 没有把人参果分给白龙马 背后原因惊悚而温馨 毛不易出道前竟然做过这种职业 当众揭穿之后 不禁满脸通红 全是这种新闻 你就一条条点根本停不下来 我看了俩小时 我脑子里全是问候 孙悟空到底怎么回事啊 孙悟空取经之前 到底做个什么职业啊 孙悟空不是压在喜马拉雅山下面的吗 喜马拉雅山怎么就空了 孙悟空跑了吗 还是全球变暖了 我干嘛呢 我要看什么了 我热搜的 全球都变暖了 怎么就火凉了呀 我觉得人就是这样 人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 你已经走得太远 却忘记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我甚至有点羡慕 我奶奶的生活状态 我奶奶今年已经80多岁了 她从来没有使用过手机 一辈子都没有使用过手机 坐机电话之后出现的那些 所有的电子产品 对她来说一样先进 一样神秘 智能手机 小灵通BB机 全都一样 离得远远 都不是怕辐射 就是怕漏电 她甚至不是完全清楚 我现在是在做什么 她一直以为我在电视台工作 但是她还挺为我开心的 因为她觉得 我在我们单位混得还不错 她能看到吗 我们单位每年要开两次大会 上半年是脱口球大会 下半年是吐槽大会 她一看是吧 你看我孙子还能作为员工代表 上台发言 应该是还挺受领导器重的 但是 当然我也知道 我说归说 我羡慕归羡慕 你让我回去过 像我奶奶一样的生活 我也做不到 甚至现在很多朋友 就是在手机上 看我现在这段表演 我也很矛盾 是吧 我劝你继续看吧 我前面就白说了 我劝你放下手机 我对不起自己 你们自己选吧 不管怎么样 怎么选都不错 好吧 谢谢大家 我是彭博 大家好 我是彭博 今天我们脱口秀有一个主题 叫孝时生活的解药 其实最近发生了一件故事 让我特别认同这句话 是前一阵我收到一条微博私信 那个朋友跟我说 他的哥哥去年因为意外 现在是一个植物人的一个状态 就是对周围的事情都没有什么反应 但是他哥哥现在会笑 你跟他讲笑话 你跟他讲周围好笑的事情 他会笑 而且他看喜剧也会笑 第一个让他哥哥笑出来的喜剧人 是郭德纲老师 我是第二个 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的 第一反应就是 我也太厉害了吧 对吧 我这简直医学跟喜剧上的双重奇迹 什么孝时生活的解药 我觉得我才是 你想郭老师第一我第二 我要笑比于谦老师还好 而且就可能出于职业习惯 我当时脑海里下意识地 很快想了好几个调侃植物人 特别过分的笑话 把自己逗得哈哈大笑 觉得自己又好笑又不是人 我觉得当时我跟李淡没有什么区别 是一个禽兽不如的起居大师 但我觉得 其实多部学员就是这样 我们经常互相调侃 我们有时候互相说话之间更过分 我们前面有一位选手叫王璐 你们知道吧 他的手天生可能有一些小的问题 有一次在一个微信群里面 网路给我们发了一个 抱拳的表情包 我特别嘴欠接了一句 好想看网路亲手做这个表情包 然后当时整个微信群沉默了三分钟 然后大家开始疯狂刷屏 彭博你怎么能这样对王璐 你赶紧给人家赔礼道歉 甚至有人只看到了前面的刷屏 没有看到再之前的话 以为是我欺骗了王璐的感情 然后我就赶紧跟王璐私聊 跟他道歉 他说没事吧 讲脱口秀嘛 你说这个算啥 我自己说的比你说的过分多了 你说的那个跟我比你 还是差一手 但是这个朋友不一样 这个朋友不一样 我们也不认识 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其实特别小心翼翼 我反而不敢去问太多 关于他哥哥的事情 因为我担心 我不经意间就可能 说个笑话或者什么 就会冒犯到他 伤害到他 我跟他反而谈了很多他的生活 他跟我讲 他给他的家人推荐了我们的节目 现在他们全家人 都会一起看我们的脱口球大会 甚至包括他85岁的姥姥 也会跟我们一起看 姥姥最喜欢的就是斯文 说这个姑娘个儿虽然不高 讲话还挺有意思的 我说那我呢 她说姥姥觉得 好像你不是特别好笑 每次挺想快进的 我说没事没事 网上都这么说 我说我就是一个流量明星 没什么 我说姥姥有没有觉得 我们这里边有演员好看 她说rock还可以 姥姥的品位真的 跟无心差不多 我们就聊了挺多的 聊了挺多的事情 包括他写论文的压力 他毕业之后会去做什么 我也邀请他跟他的家人 说你可以来剧场 看我们的演出 他说好啊 但是你知道我哥哥这个情况 也不是特别方便出门啊 我突然就意识到 他反而是那个 比我更豁达更开朗的人 然后我就试探性地问他 我说有没有可能 我在节目里 就讲你们的故事 他说当然可以啊 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你 特别希望能听到这个故事 然后姥姥没有特别喜欢 但是还是可以 没问题 我说但是我还是挺担心的 因为我是讲笑话的嘛 我就会调侃 会什么 你真的能接受吗 会不会伤害到你 他说只要好笑就不会啊 我说我还是会有点担心 他说难道你不试一试吗 讲脱口秀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就是到最后 是这个朋友在鼓励我 所以最后我就鼓足勇气 给这个朋友讲了一个 关于他哥哥的笑话 一个非常过分的笑话 我当时觉得如果他生气 他难过 他去微博上曝光我 我觉得这都合情合理 我甚至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我就甚至跟他说 这个过分的笑话 其实是李诞写的 这个笑话是这样的 我跟李诞讲 微博上有一个朋友给我发私信 说他的哥哥是植物人 对周围的很多事情都没有反应 但是他会笑 他看到我的表演 他会笑 李诞说真的吗 太棒了吧 植物人 太棒了 他笑起来应该像花一样吧 我现在讲完都觉得挺过分的 但是他跟我说 很好笑啊 没有觉得特别冒犯 而且李诞说的特别对 我哥笑起来就是像花儿一样 我当时就意识到 确实 笑就是生活的解药 我猜这位朋友现在 可能也正在看我们的表演 希望我们就能这样 一直让你笑下去 一直都像花儿一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